Yush,大家好我是Taka 這是一個介紹這本職棒回族的頻道,希望你們會喜歡 日本獨麥巨人隊將在3月初到台灣進行交流賽 巨人隊新人監督阿布聖之助在去年就表示 這次的交流賽將會派主力陣容來台 巨人隊的球員也因此沒有配合日本武士隊的徵招 對此阿布還特別向日本武士隊監督緊斷紅河致歉 從名單中也可以看得出這次的巨人隊 對於來台灣比賽真的是誠意滿滿 那為了讓大家看這兩場比賽更有些帶入感 我也來向大家介紹一下在2024年巨人隊的一些主力陣容 讓比較沒有在關注之職的大家能知道在看比賽的時候 哪些球員是值得關注的 OK,去年的巨人隊在季賽最終是以第四名作收 雖然還是有著超過五成的勝率 不過也是連續兩年都是B段般的成績 原成德監督也因此結束了他第三次職叫巨人隊的時代 換上的新監督是球隊培養已久的阿布聖之助 在上一次巨人隊結束原監督政權 換上的也是球隊過去的名將高橋優勝監督 但他也成為了巨人隊監督史上為二沒有拿到優勝的監督 不過他在選秀策略和養成的方面 是為後面幾年的巨人隊帶來不小的收穫 所以有看到一些球迷覺得阿布就是所謂的殺豬攻擊的監督 不是太看好他能帶出什麼樣的好成績 不過我自己是覺得他畢竟是捕手出身的監督 不要有過多的名樣彩配應該是不至於到太慘 畢竟目前的巨人隊陣容其實是有著拿下優勝的潛力的 那在這次的觀戰重點我們先從野手的部分看起 上面的圖是巨人隊這次交流賽可能的先發陣容 那因為這次到台灣的比賽 洋將的部分因為簽證問題都不會來台灣參賽 不過在內野的部分 其實就算加進洋將 主力應該也還是這個陣容 對於比較沒有在關注日子的朋友應該有注意到 版本有人被排到三壘去了 會有這樣的更動主要是在去年6月底的時候 版本因為右大腿拉傷下到了二軍休養了一個月 期間頂替游擊首輩的門鞋成在7月打出了兩成8三打擊率的好表現 中間還有連6場安打連10場上壘的記錄出現 在版本回歸後的8月 門鞋雖然再度轉為替補和代打出賽 不過他也在8月打出了超過三成的打擊率 這讓教練團是決定從9月開始將版本移防三壘 並將門鞋視為重點培養的游擊接班人 門鞋是22年選秀的第四順位 雖然在讀創家大學的時期拿過兩次的聯賽打擊王 不過當初被軍人隊球探觀察到的時候 評價還是位手右育攻的選手 在手背方面確實表現相當優秀 在網路上有不少他的精彩手背畫面可以看 而打擊方面能打出來真的是一個意想不到的收穫 軍人隊的球探部部長也表示 門鞋的打擊能夠有所表現 算是個偶然的產物 不過軍人隊的打擊教練龜錦善行表示 他認為門鞋在今年球季 是有能夠拿下打擊王的潛力的 我個人認為門鞋對球棒的控制能力確實蠻有一套的 今年的雅冠賽最後的再見安打也是由他打出來的 當時他還是扛住故意示壞保送前一棒的萬波 想要來抓他的壓力下打出這支再見安打的 連扛壓的部分也有一定的水準 如果能克服二年級生陣後拳的話 相信未來在軍人隊也會是個蠻有分量的球員 大家可以關注一下他在這兩場比賽的表現 而今年將會移防三壘的版本有人 我想應該是也不用做太多的介紹 也歡迎大家回顧一下我之前做的影片 主要是想講一下版本會轉戰三壘 是他在近兩年算是相當罕見的接連有傷勢出現 畢竟在過去的版本是有過連續五年全勤出賽的紀錄 十棒生涯的前期基本可以算是連小傷都很少出現過 連續兩年有需要長時間休息的傷勢出現 球團也決定要讓他轉往手臂比較輕鬆一些的三壘 版本在游擊曾拿過五次的金手套獎 轉往三壘應該是不會有太大的適應困難 而原先的不動四棒兼三壘手鋼本合真 則是重回一壘的手臂位置 稍微比較可惜的是鋼本近幾年在三壘手臂上的進步是有目共睹 也拿了兩座金手套 回到一壘總覺得少了這麼些特色 其他有關鋼本的介紹一樣可以看我之前做過的影片 不過影片已經是三年前出的了 現在的鋼本已經是連續六年都打出超過30轟的強打者了 去年更是一舉突破個人新高 以41轟的成績拿下聯盟的全壘打王 鋼本一直以來都算是個很傳統的四棒類型 打擊率大概在2成6上下 全壘打產量在30轟以上 打點數也大約都在100分上下 重點是他在近6年來也都沒有受過什麼大傷 穩定的表現也讓他成為巨人隊的不動四棒 基本上我覺得巨人隊來台的這兩場比賽 有能看到鋼本和版本的出賽就算是值回票價了 再來看到是二壘集穿上輝的部分 在大約10年前的巨人隊 那時候的主力二壘手是FA到巨人的片岡自大 不過片岡在2016年受到左手眼中的傷勢 巨人隊隨後也在那年的選秀會上 在外外一直選進中京學院大學的集穿上輝 在當時有基底的集穿就被認為是能夠補上二壘的洞 也能成為版本有人接班人的選手 而集穿也很快在18年就斬露頭角 雖然中間一度因為腰傷有轉手外野的打算 還好在恢復之後還是站穩的先發二壘手的位置 在20年到20年間也是連續三年都繳出2成7以上打擊率的好成績 畢竟在過去也是有著打擊模板是秋山降無的評價 而手背方面集穿也是表現得相當不錯 只是過去的央年二壘金手套都被橘石霸榜了 集穿雖然明星沒有其他幾位明星球員這麼響亮 當然確實也是個表現相當穩定的中線球員 再來補手的部分 現在巨人隊的主戰補手就是在去年經典賽也有入選日本代表的大城卓山 在去年球季放眼整個日本職棒 大城在攻守兩端的表現基本都可以稱作是日資最強的補手 在出賽數方面也是僅次於賈匪拓椅的134場 並且他也打出個人生涯新高的2成8億打擊率 和也是新高的16支拳壘打的成績 手背方面則是繳出了3成73主殺率的表現 大城能成為巨人隊的主力補手 其實和門鞋層有些類似 都算是比較意外的收穫 畢竟大城在剛進到巨人時 正是他們在積極培養小林承司成為下一任主戰補手的時期 而且在17年的選秀會 巨人還在選到大城的前一輪 選金也是補手而且評價更高的岸田行輪 結果小林承司在20年賽季受傷後殞落 岸田行輪則是變成現在巨人隊的2號補手 野村克也還在一次時就對大城的配球有著很高的評價 陸和波曼也曾表示 要是他當監督的話會用大城當正補手 有這麼多大前輩都看好他 也難怪能逐漸站穩先發 另外大城的framing技巧在日本球界有著很高的評價 大家在看比賽的時候也不妨注意一下 再來外野三人的部分 如果要以最佳陣容來說的話 應該會是我預想的這樣 但玩家號在我影片做到一半的時候就傳出他受傷的消息 最終名單也確定他不會來台灣參賽 而且照這身賽的境況來看 可能也不會是我所想的這樣 尾谷龍姓的部分調整得好像比較慢 看到他是在26號才首次在今年的實戰出賽 他從FA到巨人隊之後 打擊其實一直都還在線上 但院長的屬性卻沒有消失 我原本就在想 球團這邊可能也不會讓他太趕著上場 果不其然最終的名單是沒有尾谷 而邱廣優人則是在前幾天替補一壘守備時 被阿布監督罵說覺得他好像不太懂棒球 個人覺得這算是個蠻嚴厲的責備了 就是要他皮繃緊一點的意思啦 不過以邱廣去年在打擊上的表現 今年想要卡下一個外野先發應該不是太困難 邱廣是會身高超過200公分的選手 又是具有長達火力的砲手 在球場上相當有辨識度 我自己是蠻喜歡這名選手的 推薦給大家可以關注一下他在未來的表現 而有可能在這個最佳陣容補上外野缺的選手 從這身賽的表現看來 有可能會是松原勝米和卓卓慕俊輔 松原是在大學畢業後 以玉成的身份在16年加入巨人隊的選手 隨後在18年轉到支配下 曾在21年球季 打出兩層74打擊率和12紅的好表現 不過可憐在受到兩個洋將的競爭下逐漸失去舞台 去年球季更是只有21場的一軍出賽 不過目前在春訓的熱身賽打出了超過4成的打擊率 在守備方面本來就有很高評價的松原 能持續維持的話 也許能在今年強勢重返先發陣容 而佐佐慕俊輔的部分 說實在我對他完全不熟 畢竟是在去年選秀會才進到職棒的球員 而且因為是在第三輪還是來自社會人的球隊 選秀會前基本也沒有看過他的消息 不過他在今年的熱身賽目前也是打出超過4成的打擊率 身材條件普普 174公分80公斤而已 卻在春訓期間打出了擊球速速超過170公里的數據 是為蠻有期待感的新秀 另外就是我覺得他長得很像填口利斗 大家也可以關注一下 外野的部分在這次名單內的 還有老將長野九役 即將要滿40歲的傳奇選手 一樣可以回顧我之前做過的影片 另外是去年在東盟打出好成績的邱瑋匡野 他在熱身賽期間也是有著不錯的表現 也許能成為下一個東盟之光 另外我想特別提一下 比較可惜這次沒來的前野翔武 前野是高竹第一年就在一軍有24場出賽的大悟星人 高校通算是68隻的拳雷打 他也是繼鋼本合真以來 居然對史上再度有高竹新人 再手年就打出拳雷打的選手 整體的養成也確實相當令人期待 他能夠成為下一個鋼本合真 雖然這次沒能來台灣 但之後大家也能關注一下他的表現 以上是野手部分比較值得關注的球員 接下來稍微講一下投手的部分 那因為來台灣是只有兩場的比賽 估計最後會變成投手車輪戰的機率非常高 我這邊藉這個機會稍微講一下 居然對明年可能的投手配置好了 先發輪值五位的部分 應該會是互相相徵 堅野智姿、山崎伊姿和兩位洋將 Griffin以及Mandez組成 其中經典賽國手互相 已經被預定式球技的開幕戰先發 這兩年的成績也真的是名符其實的王牌投手 也有不少大聯盟的球探已經開始在關注他了 不過互相最快可能要2028年球技結束後 才會取得海外FA的資格就是了 堅野的部分雖然在過去三年 因為各種的大小傷 造成出賽數和成績都有些比較不穩定的表現 加上年紀的增長想要看到他回到過去拿下哲村賞時期的伸手可能有點困難 但保持健康的話 吃下120局拿個10勝應該不是問題 山崎伊姿是20年選秀軍人隊的第二指名 原本應該也要是一指的大熱門的 不過他在選秀會前卻動了TJ手術 而軍人隊決定承擔這個風險還是將他選了進來 經過了一整年的時間復健後 22年開始在義軍先發出賽 去年則是角數了10勝5敗反應率2.72的好表現 山崎比較特別的點是 他的主力球種和多數的日本選手不同 不是只殺球而是卡特球 再來搭配他角度很刁鑽的滑球 還有整年BB9僅1.51的絕佳控球能力 總是能讓打者打出無效的攻擊 如果以現階段的實力來說 也許會是超越堅野成為球隊的2號先發的 兩位左頭洋將因為沒有在名單內我就先不多講了 不過他們兩人今年在義軍的表現 我想會蠻直接影響到巨人隊的戰績的 而名單中在今年球季也有可能是先發投手的 還有刺刑優志 以及去年選秀會的第一指名 器官永陽 刺刑的部分在去年開季就搶下3號先發 不過季中是一度表現下滑被下到二軍調整 8月回到義軍之後 角數了5勝1敗的成績 今年的亞冠賽也是由他對上中職連隊出賽 角數了4.2局50分的表現 相信台灣球迷應該不會對他感到太陌生 而吸管的部分 先前在選秀會那支影片中有提到 是位投球動作很特別的選手 不管雷上有沒有人的時候 他的投球都是不抬腳的 就是所謂的快速投球的模式 吸管在選秀會前就被評價是極戰力的選手 只是目前還看不太出來在開季之後 阿布監督對吸管的安排會是先發還是牛棚為主 畢竟先發投手群如果沒有出什麼意外的話 目前看起來還是有這麼一些滿的 首年先以牛棚出賽也許是個不錯的選擇 而說到牛棚 這次來台的名單中 局地大西和傳破大雅都是去年在一軍的主力 兩人都算是一軍的新人 局地如果能維持去年球技的好表現 有望成為軍人對技三口鐵野之後的下一個玉城之光 而傳破是在26歲才進到職棒的高齡新人 雖然是選秀的第五順位 不過他在首年就在一軍有著對上第四多的後援出賽數 傳破是為側投最快球速能投到150公里的投手 有著一顆投得相當出色的滑球 不論是對上左右打都非常有餘進攻內角的位置 決勝球搭配這顆滑球收到相當好的效果 去年滑球的被打擊率是1x51 收下了224的三陣 不知道中指兩隊打者能不能攻略這顆滑球呢? 那除了我剛剛提到的選手 名單中其他幾位 因為篇幅的關係我就很簡短的講一下 我個人看起來有不少位帶來是比較有些在練兵的性質了 像是算是有實力 但一直被球團亂搞的19年選秀第一指名 枯田賢勝 他兩度被轉為玉城選手 兩度再次被轉回支配下 不過今年他在東盟三場先發中 角出兩勝0敗防禦率1.40的好成績 還被測到最快球速來到157公里 就看他能不能把握機會站穩一軍的位置了 另外名單中 鏡藤大亮、馬場高輔和全龜輔 這三人去年都不是軍人隊的球員 分別是透過金錢交易、現役選秀和球員交易換來的 還看不太出來今年在隊上會有什麼樣的定位 而田中千秦、幼木鐵平和松井薩 這三人都算是新人球員了 這次的比賽我猜可能也就分擔一局的投球 未來等他們打出好成績再來介紹吧 以上是這次軍人隊來台的觀戰重點 原本只是想簡單講一下 結果沒想到還是這麼長篇 好的 那祝大家這次的台北巨蛋有個好的觀賽體驗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